請問你在簡報裡面,偶爾會不會用到超連結? 會啊 POWERPOW裡面超連結好用嗎? 不知道 很少用 對啊,你要一個設定 那請問你在POWERPOW裡面加入影片好不好用 不好用嗎? 通常會比較卡對不對? 這是蠻明顯的喔 那我們在FOCUS SKY裡面可不可以加入影片 也可以 你可以是自己的影片也可以是YouTube上的影片 也可以是YouTube上的影片 那我們來看看這兩個部分 還有呢,待會呢 簡報路徑的調整剛剛會了嘛 對不對? 刪除也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這邊怎麼做囉 來這裡 好,調整部分沒有問題就上下而已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要插入的是影片 你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哪一個看起來比較像影片 沒有 沒有喔 做一次蜘蛛 有沒有背景音樂 有喔 也有對不對 所以有兩種啦 如果你是影片的話你可以是 哪裡 可以是來自網路上的 來自網路上把網址貼進來就好了 比如說我是YouTube的 那另外一個 其實 你本地端的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電腦裡面也可以 甚至怎麼樣 我就直接錄我自己的螢幕畫面當作是素材也可以 因為它有螢幕錄影的功能 就錄完之後這段影片就會變成你的簡報之一 這樣有沒有了解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可能需要講解一下嘛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從右手邊 從我們右手邊這裡也可以 上面這裡有沒有插入 從這邊意思都一樣啦 只是有中文說明而已 有中文說明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 我就可以把螢幕上的畫面把它錄下來囉 你自己選好一個區域範圍 是的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這時候你在這裡面錄的內容都OK 當然 錄的過程裡面 因為你已經固定在這裡了啦 所以就 直好 快速鍵是什麼 剛剛有注意到快速鍵是什麼嗎 Ctrl、Alt好像加Q吧 是的 對不對 我忘記了 不 應該不是啦 來 我先把它存下來一下齁 這個是那存檔的部分齁 它存檔的部分 它的那個 這裡 對 停止 我看一下 快速鍵 剛剛忘記了 好了沒關係啦 等一下 我再把它停掉就好齁 那 另外一個插入超連結怎麼辦 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連結 它的插入超連結 比較像是網 比較像在做網頁那樣子齁 比如說我今天要增加一個連結 它是把它覆蓋上去的 這整片是一個連結 我就覆蓋上去了 有沒有 它不是說我針對文字 或者是圖片 或者是動畫做超連結 它是把它覆蓋上去 那你在有需要的地方 你就把這個地方 連結可以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連結你的什麼 不同的簡報的那個圖片檔 就簡報的位置啊 一種呢是直接網頁的連結 也可以也可以怎麼樣 連結到比如說我點一下 就是打開Word 點一下之後打開什麼 Excel 都可以 所以這幾種方式都OK 那 它就是由這樣去做控制而已 由這樣去做控制 所以如果你預覽一下 它還在錄影 對還在錄影啦 我現在不能 好吧 等一下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你啦 好 好